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八分电影 今天我们讲一个超级大土匪的故事 没错,就是那部当时刷爆各大平台的《让子弹飞》 影片一开始,葛大爷带着老婆出了城 吃着火锅唱着歌,突然就被马匪给劫了 马子哥盘问了半天,葛大爷是一分钱没有 但是他有门路,原来葛大爷买了个额线线长 正要去上任,一上任就勾结豪生,巧立名目 搜刮点名指名高就有钱了 可是他谎称自己只是失业,不是县长 马子哥考虑了下决定,自己充当县长 带着葛大爷走马上任 一到鹅城,那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啊 可是当地却有一个霸主,黄四郎 黄老板非要给马子哥哥下马威 不但没去迎接,还让手下拿礼帽代替自己去见马子哥 你新官上任,黄老板就是要给你找麻烦 没办法,强龙跟地头蛇哪有不打架的 军事男跑来告状 马子哥的儿子小六说他吃面不给钱 小六脾气抱啊,我不给钱,你看着我吃了多少 我钱绝对给够了 说着一刀剖开了肚皮,挤出一碗面 虽然证明了清白,可是人没了 小六一死,马子哥一伙人就急眼了 非要弄死黄老板 黄老板也特别想赶走马子哥 所以黄老板就设了个鸿门宴 黄老板、马子哥、葛大爷三人各种话里有话 套路反套路 所以商量好假装剿匪一起敛财 可是晚上黄老板还是派人去杀马子哥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还被马子哥抓住了 马子哥下套让手下绑了黄老板 准备坑他的钱 可是黄老板反套路 用一个替身就躲了过去 手下们跟葛大爷都提出拿钱走人 可是马子哥这样呀,非要黄老板的钱 马子哥又使一计 让手下去给穷人发钱 可是两个手下贪恋美色 让小白菜给发现了 马子哥继续发钱 黄老板就收钱跟他对着干 可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失邪 终于有天两边的人遇到了 那就打吧 最后打完一看死的是军事难 然后马子哥就让黄老板出钱剿匪 黄老板能这么容易出钱吗 他找了个做炸弹的 弄了个超级大炸弹 准备炸死马子哥 还没实施计划 黄老板就发现马子哥不是现找 马子哥跟葛大爷都是戏精啊 又演了一出戏 黄老板就不在意这事了 反正黄老板出了钱 马子哥跟葛大爷就乐呵呵的带着钱跑了 但是半路就被抢劫了 手下死了一堆 葛大爷也被炸弹炸死了 马子哥不能忍啊 要回去杀黄老板 给老百姓发了枪 大声一喊 枪在手跟我走 最后抓了黄老板的替身 老百姓以为抓了黄老板 都去碉楼抢东西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做人要诚实 总是说假话的人都会死 好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